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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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林卓廷在社交网站发放在沙田御所被捕的片段 他被锁上手球 压上警方的试驾车 尹兆坚就被押回去葵冲的办事处 多个探员进去守正 还有民主党的胡志伟 陶锦身 公民党杨岳桥 国家旗 人民力量陈志全等等 现任区议员包括岑奥辉 岑梓杰 湾仔区议会主席杨雪盈 社民连的梁国雄 职工盟主席吴敏仪 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等 亦都被捕 警方说初选计划在去年三月畅议 包括提出揽炒十部曲 去到七月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 仍然预期举行初选 而当选人之后继续承诺 入到议会之后会否决财政预算案 企图令到特首辞职和疼务香港政府 已经有一连串的措施它是实现了的 包括它是发起众筹 在几个月里面它已经由一个概念 已经能够实践一步一步 是变成一些实质的实践来的 而且你会见到它是很有决心 而且资源很丰富去做这样的事情 警方强调可以初选 议员也可以否决预算案 但是目的不可以令到政府停摆 它是可以否定一些法案 甚至它的财政预算 但是它的目标绝对不应该 是为了推翻政府的政权 阻害它的运作 有一个人开车去打劫 开车是没问题的 但是他后来去打劫 以为他做一件事 这就是犯法 最后没有整个实践出来 他企图去做这件事的话 也如果我们是证据足够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处理的 警方在行动里面 也都冻结了160万 怀疑和计划有关的资金 发现主办初选组织 曾经向参加初选的人提供资金 由4000元到29万不等 正是调查出资的目的和运作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无线电视记者刘俊玉部到 警方又到协助民主派初选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和几家传媒机构要求协助调查 又强调不会刑事调查投票的人 警方早早到去年受委托协助民主派初选的香港民意研究所 在黄竹亨的办公室搜查带走一批证物 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说 星期四早上会到湾仔警署协助调查 强调初选点票之后 已经将大约60万个选民的个人资料销毁 警方就说搜查研究所并不是调查投票人士 如果接触到相关资料 会按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处理 因为在所谓的初选里面 他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储藏在里面 这个会令到我们知道 究竟他整个证据方面是比较原备一些 我们今次并非是一个拘捕的行动来的 在民意里面 执法行动主要是针对一些有策略 以及有系统地想瘫痪我们香港特区政府的团货 对于一些没有证据显示他有参与的 例如在7月11日、11日和12日的投票人士 我们是不会展开一些任何的刑事的调查的 警方又到过《苹果日报》、网媒立场新闻 以及独立媒体的办公室 宋大游高等法院法官签署的物料提交令文件 要求在指定时间内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资料 警方说资料是与团火交易有关 不排除将来成为案件证据 但强调不属于新闻材料 无线电视记者 陈明斯报导 民主派指出 基本法有列明立法会否决财政预算案的安排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就认为 图谋否决预算案令特首落台 是揽炒十部曲架计划令香港瘫痪 基本法有提及立法会拒绝通过财政预算案 而解散立法会 重选立法会继续拒绝通过 是行政长官必须辞职的情况之一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被问到民主派初选 有关否决财政预算案的计划 是否属于基本法条文容许 他说审议预算案是议员的责任 但是被捕人涉嫌图谋否决预算案 民主派多个政党不认同是违反港区国安法 有六十几万人投票 另外你如果九月要选举 你要拒绝 要达到他口中的结果 什么颠覆国家政权的结果 你都要有几百万个选民 是肯投票才行 你用打劫银行 来等同要几百万选民 一人一票投出来 去完成35家这个计划 你当我几百万选民投票 是一起去打劫银行 要是什么才行 他又说基本法有条文说明 立法会否决财政预算案 令到行政长官辞职的情况 不是体现行政立法两权互相监察 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行政会议成员湯家驊认为 如果议员不审核 就以政治立场去否决预算案 目的是拖垮政府 可能就违反港区国安法 不过相关条文定名 必须透过武力 或者其他非法手段达致 警方暂时未有交代被捕人士 哪一部分行为属于非法 都理解到的 对于有部分被捕人士 在初选没有签署否决预算案的声明 他说可不可以构成答辩理由由法庭决定 无线电视记者梁家宝报道 本港新冠肺炎确诊数字继续回落 新增25宗是今波疫情的新低 有22宗本地感染 源头不明占近三分之一 初步确诊就有超过20宗 当局说疫情有缓和迹象 但仍然要紧慎 第四波疫情自11月下旬爆发以来 本地感染病例曾经四度单日破白 近日本地个案持续减少 最新有22宗 创大约7个星期以来的低位 维生防务中心形容 是反映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建效 原头不明个案仍然占近三分一有七宗 患者包括在黄大仙的精神病康复者中途宿舍 心理卫生会艾玲流一个38岁的男院友 曾经共用大厅一起吃饭的37个院友 已经撤离去到博芙林的双建型检疫 那个住客他自己有工作的 他最近在西贡他亲戚家有做一些装修 他们都可以自由出入 除了他有工作都有 例如和一些同住人士有出国去逛街买东西 源头不明个案也包括一个狗巴司机 他星期日开始不舒服 当日还有工作 近日曾经驾驶过三条路线 主要来往全湾一带 将军澳南田隧道群组就再多三个人染疫 包括地盘员工和两个密切接触者 星期二初步确诊的佛教医院内方 空服病房男病人也证实确诊 屯门医院核子医学部就有放射师初步确诊 上个月31日最后上班 星期一不舒服去到私家诊所看医生 星期二晚检测情初步阳性 他的家人也初步确诊 放射师不需要入高风险区工作 当局仍然在追查感染源头 另外再多一栋大核 纳入强制检测范围 在马安山重安村重置楼 累计两个单位一共两个人染疫 无线电视机者梁卓音 另外再多一个新冠肺炎患者离世 9个95岁女病人有长期病患 属于唱歌跳舞群组 东华三院 河玉清 吹楼儿庭院有 她上个月6日入住马加利丁院 以后确诊 23日康复病车解除隔离令 5日后转到北大鱼山医院治疗 但身体的情况转差 现至昨日中午离世 本港疫情到现在一共有154人死亡 政府上星期三收紧大厦强制检测门栏后 头两份名单的42栋大厦 近8成半的市民遵从强制检测 有专家说数字不理想 认为当初应该封楼 42栋大厦包括大埔华昌角 强制检测限期星期一届门 政府说大约有5万5千人完成检测 估计佔居民人数近8成半 我自己有做过的 我亲身也有做过的 至于别人其他人民做我都不知道 根本没有政府的人缘去查 某些人有没有做到的 你觉得政府做得不足 做得不足有漏洞 有传染病专科医生就说 强制检测应该去到百分百 但现时情况不理想 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应该封了它 然后在一个短时间之内 要限定居民全部都要进行採养 有阴性报告然后才可以解封 未能够很快知道到 那个大厦或者屋苑 它那个感染人数的情况是怎样 你没有办法可以进一步 去实施些什么的措施 例如是否要疏散居民 被纳入强制检测大厦的居民 如果不遵从 可以被罚款五千元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当局有必要加强执法 如果有人给不到原因出来 政府就应该重罚 杀一警霸 如果政府狠重这点 而我理解 似乎他们现在在想 真正去理真去做 令到这个所谓强制检测 长远来说是有点压力的 但他认为现行的佛策 已经有足够的阻撼力 暂时无需再提高 暴线电视机者梁卓英不得 CIO4一会 稍后回来会报导 即日开始由香港入境深圳 在检疫酒店完成14日隔离之后 要额外接受7日的社区管理 新闻时间 深圳进一步收紧由香港入境措施 即日开始入境人士在检疫酒店 完成14日隔离之后 要额外接受7日的社区管理 原本由香港入境深圳 只需要在酒店隔离14日 深圳维持星期二报导 所有入境人士 需要额外接受7日社区管理 包括每日报告健康情况 量体温 最后会获法解除隔离书 本台致电深圳市政府二线电话 对方证实有新措施 现在香港这边也开始实行 14加7的21天健康管理措施了 14加7的政策 是今天开始 去进行一个更新开始实行了 根据目前这边 有受到卫健部门给的一个说明是说 对已经入境在隔离的人员 将同步适用该规定 他说如果目的地是深圳市 14日隔离结束之后 就要接受家居隔离 如果目的地是深圳市以外地区 要在酒店隔离期间 向目的地的社区监管部门申请 报备接受监察 有到广州的市民说理解新措施 在深圳隔离14日之后 再回港州隔离多7天 因为英国那边疫情都很严重 我觉得如果大陆这边不整好些 到时有爆发 有人就批评政策不清晰 我就是不确定他要不要假7天 昨天有人在说 但是后来问来问去都说这个政策 没有很官方的说开始执行 现时深圳湾口岸告示 只是提醒旅客入境深圳之后 要接受14日的酒店隔离 但就没有提到 额外7日的社区管理措施 深圳当局表示 接受额外7日社区管理期间 不能够参加人群聚集活动 在抵达深圳第21日 要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无线电视机者张永恩报道 食物安全中心早前抽取过 千个进口冷冻食品的样本 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全部结果都是程阴盛 当局也是着手准备将检测 伸延到其他进口货物 内地接连在进口冷冻食品 又或者包装检出新冠病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 出席立法会会议的时候说 食物安全中心早前已经加拒 经常搜查由不同国家和地区 云底本港的冷冻食品和包装 截至去年年底 一共检测超过1300个样本 所有结果都是程阴盛 我们也知道 大家都关心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除了食物之外 我们现在卫生署 已经和海关着手准备去参考 现在有关冷冻食品的 病毒检测的措施 希望要扩展到其他冷冻货品 和包装 新冠肺炎疫苗最快2月公港 有议员关注 会否强制持牌冻房工作人员接种 但陈兆始引述世卫说 人类不太可能因为接触冷冻食物或货品而受感染 又说当局一直有违 当房工作人员提供免费病毒检测 社家庄全市 进一步加强管控措施 河北的本地个案有19宗来自社家庄市 其余一宗来自刑台市 社家庄市也新增超过40宗无症状感染个案 全市即日开始全民核酸检测 管控措施也都进一步加强 暂停一切的大型活动 多条高速公路关闭 除了运送防疫物资的车之外 其余打算驶上高速公路的车 都会被警员劝返 回家就不让出来了 回家出了可能两段 对对对 至于要搭飞机或火车 就一定要出示72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就用中心高度关注河北的状况 但认为这波疫情并不是由本土病毒引起 另外深圳再多一宗 由香港输入的个案 男患者到了深圳之后接受集中隔离 之后送往医院观察治疗并且确诊 现在情况稳定 而《环球时报》引述 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所教授杨占秋说 对已经感染或者处于潜伏期的人来说 接种新冠灭活疫苗的作用不大 但仍然建议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 应该紧急接种疫苗 得到预防的作用 无线电视记者曹交平报道 财政部部长刘坤强调 财政收支压力再大 政府也会过紧日子 盡力保障民生支出 主要是支出的规模和政策的力度 要保持基本稳定 为今后应对新的风险挑战 留出政策的空间 国家财政起之以名 用之以名 政府过紧日子 让人民群众都过上好日子 刘坤在接受新华社访问时 会落实就业优先政策 统筹运用就业辅助等各项资金 并加大教育财政投入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他提到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但部分地区有新增隐性债务 会高度警惕有关情况 内地遭受新一轮的冷空气影响 多个地方气温将急降至少10度 或许内地最北端的黑龙江莫河市 连续三天气温低于涉事零下40度 微小的冰晶组成冰雾笼罩市面 民众在严寒之下着着棉外外出 一尝冬天的冠军的滋味 外卖员就如常继续送餐 有人在冰天雪地之下潑水 热水即时变成冰花 新疆乌鲁木齐由上个月底开始 平均气温到低于往年同期 星期二气温更加降至零下25度 在新疆和田路面大范围结冰或积雪 多架车在河南的天气之下死火 要警员协作 受冷空气影响 全国大部分地区星期三开始气温急降 山西、山东、上海部分地区气温下降10度 这波强劲的冷空气也到了北京 北京南郊气温台星期三挨晚 錄得零下17.1度 打破了2000年零下17度的记录 无线电视记者曹架并报导 我们再提到警方国家安全署 今天拘捕53人的行动 是北京外交部说 支持本港警方执法 中国是法治国家 香港是法治社会 我们支持香港警方依法履职 那么至于你提到 会不会担心香港的地位 那么我想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 香港人民享有的正常的权力和自由 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受到影响的可能只是一些外部势力 和香港的个别人相互勾结 企图破坏中国的稳定和安全的这样的一种自由而已 駐港国安公署发言人说 坚决支持警方对戴耀廷等人 依法实施的拘捕行动 又说任何人触犯港区国安法 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支持警方依法打击任何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中联办也发声明 支持将有策略感、组织或实施 癱瘟政府的涉嫌违法人员 和一般受误度参加所谓初选投票的民众区分 又强调只有落实严格执行香港国安法 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自远 社会、市民安宁才得以保障 在台湾陆委会对香港警方、国安署的拘捕行动 表达震惊和显襲 港版国安法动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打击民主人士 不仅凸显香港基本法对港人权利的保障行动聚文 其恶行恶状更使香港由东方明珠 变成触目惊心的东方炼狱 如果香港民主自由持续沦上 并影响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对中国大陆没有半点好处 相关方面应审慎收敛 否则将致死恶果 另外国民党也说 对香港这一两年的自由民主发展感到忧虑 呼吁北京和香港政府 在处理香港民主自由上 特别谨慎和包容 不要限制和破坏香港自由民主未来的发展 并且呼吁北京 得人心才能够长治久安 国民党不乐意见到 任何有了未来香港民主发展的事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提名的国务卿布林肯 回应香港民主派人士被捕 批评北京打压民主 布林肯在社交网站发文 说香港大规模大暴民主派人士的做法 是对勇于为普世权利发声人士的攻击 强调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 将会站在香港人民的一方 对抗北京打压民主 而澳洲外长沛恩也发声明表达关注 说澳洲驻港总领事馆正是密切监察时大发展 他又说澳方会一贯感 就港区国安法侵蚀香港自治和民主等等表达关注 回来新闻时间 内地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 前年在香港机场与证案 三个被告袭击及参与暴动等罪成 区域法院星期五听取求情之后判刑 案中四个被告分别被控前年8月13日至14日 在香港国际机场非法集结 参与暴动和非法禁换男人傅国豪等 早前否认部分控罪 区域法院法官李庆连裁他的时候说 傅国豪当日被残民侮辱 示威者之后搜出和高举他恶恶香港上衣 煽动现场的仇恨情绪 并包围傅国豪和用膠带等 在违反他意愿下积留他 裁定现场的人干犯非法集结和非法禁户罪 法官有肯定三个被告 19岁赖云龙28岁何家乐 和23岁不位分在现场 分别以美国国旗袭击傅国豪 又将他从行李车拉下来 用索带捆绑以及用强光照射 反映三个人共同目的 是破坏社会安宁和袭击傅国豪 但法庭认为傅国豪的伤势未至于严重程度 将三个人的伤人罪改判袭击制造成身体伤害罪成 另外被裁定参与暴动罪成 至于不位分的非法禁固罪亦都罪成 另外赖云龙开审之前 承认用美国国旗旗杆襲击傅国豪 和阻楼救援进度 何家乐就承认8月底管有接刀 弹珠和雷赤不等攻击性武器 剩下一个被告29岁王一豪 法官说无法肯定他身处现场 片中的人一直戴着口罩 没有露出整的面貌 而犯案者阴密无任何特征 至于白特通纪录 只能反映王一豪曾到机场 不等于他犯案 裁定他非法集结和非法禁固罪名不成立 法官有鼓励市民 除了关注裁判结果 也应该阅读裁决论 否则社会会变得更为撕裂 母线电视机者 邱明氏报道 中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 星期五将会离任 他说过去十年 不论是政治和社会气氛的好坏 法官都无据维护法治 马道立出席退休前的法庭仪式 他支持的时候说 司法独立的含义不容误解 亦都和政治无关 背后理念是没有人凌鸽法律 影响法庭的裁断 又说感谢过去十年 法官无论是遭受严苛的批评 或者近乎辱骂都不为所动 又说海外非常任法官 对香港整体 尤其是法治有重大贡献 讨论他角色的时候 设计被政治蒙蔽理智 同时也必须维持同心化 和内地法院的交流和协助 他说对接任人张举能充满信心 既与他永远秉持原则 忠于誓言和法治 天文台说 受对一股冬季季后风影响 明天开始转冷 星期五市区的气温降到大约8度 今次的寒潮是会持续好几天 星期四稍后 香港的温度会显著下降到大约11度左右 而去到星期五和星期六 市区的最低气温是会进一步下降到大约8度左右 下周初香港的天气仍然寒冷 最低气温是会大约9度至10度左右 天文台预计未来几日渐转多云 天气非常干燥 下周初天息逐渐晨朗 日渐报道 天气方面月侧大致多云 明天早相当清凉 市区气温大约14度 身价在低2-3度 日头部分时间天升明朗 最高气温大约17度 稍后显著转冷 明晚气温降到最低大约11度 这次7点半新闻报道 开始转发点赞 订阅 转发点赞 转发点赞 转发